诶 悟空 白龙马怎么好像最近漫漫不乐的 不知道啊 可能是想草了吧 瞧他那点出息 这就不能自拔啦 这么弱怎么跟着我混 为师可是一个很要强的人 怪不得您当初费那么大劲要我 我就很强 你强个锤子 如来一只手就把你按在地上摩擦 凡事要往后看嘛 在西游记后转中有一位大反派叫吴天 佛祖的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我却能把吴天按在地上摩擦 真的假的 我看的片少 你可别骗我 安老孙向来不狂傻子 后来大家为了纪念我如此神勇的表现 还特意发明了一个成语 什么成语 暗无天日 暗无天 师傅 你找我 来得正好 你快给我说说最近怎么一副身体被掏空的样子 你这个状态得换我来托你 师傅 这事我告诉你 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啊 你就把心放在火锅里吧 为师的嘴你还不知道吗 就是悟空的棒子也撬不开 哦 有个叫九头虫的家伙 乘着我出来跟你出差 抢了我的女朋友 嘿嘿 悟空 我告诉你个事你别告诉别人啊 白龙马以后叫绿龙马了 嘿 师傅 你咋这样呢 不是说好了不告诉别人的吗 别吵吵 你猴哥也不是人呢 太过分了 白龙马 你把那九头虫约出来 咱们揍他一顿 大师兄不可轻敌啊 那家伙有九个头九条命 凶残无比 你是怕自己头没他多是吧 没关系 我们帮你出头 就你叫九头虫啊 没错 看这位大师的风采 莫非就是鼎鼎大名的大唐高僧三藏法师 哦 呵呵 正是 正是 嘿 白龙马 你不是说这小子凶残无比吗 我看挺诚实的呀 这他妈有因果关系嘛 师傅 你看过致命ID吗 这小子有九种人格 精神分裂一下也是合情合理的嘛 原来如此 九头虫 你是头多又不是脚多 为何要学第三者插足 没错 自古偷情出人命 武松报答西文青 倒是 我也不想啊 只是我一个人太空虚太寂寞了 你小子搁这儿给铁扇公主接生 扯独子呢 不要以貌取人就把咱师傅当傻子 你他妈九个脑袋 到底主都能凑三桌 你寂寞个毛续 误会啊 还能是九个屁股 诶 咱俩的共享女友 不就是有九个屁股吗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倒是 九头虫只是我的雅号 并非我的本名 我的乖乖 就这破玩意儿还雅号呢 那你本名叫什么 九节鞭 九节 白龙马 为时受累问一句 你被九节鞭抢走的女朋友 叫什么名字 九尾狐 咋啦 白龙马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他妈才是第三者 你看人家多匹配 多般配呀 就是 这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有什么帮助 还有啊